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囝囝研究所 今天要介紹的不是囝囝 他已經是一個叔叔了 他以前活躍於無線電視 這幾個月又因為一部大叔的電視劇而獲得了不少關注 他是王德濱 在香港蔣大雄讀書 中四的時候王德濱在一間私立中學校完成了會考課程 他曾經跟朋友組隊合班 但不職業後就散了班 中學畢業後王德濱就開始打工 曾經做過銷漢工人 地盤佬 跟車工人 電工和倉務員 亦開設過時裝店 做過銷售 店長 甚至負責過儲倉設計 因為他身高六尺的關係 他也曾經做過兼職模特兒 亦因為這樣 反而奠定了他日後演藝界的發展 王德濱曾經參加過亞時主辦的香港超級無第二大賽 之後就參加了無線電視第15期的藝人訓練班 林家棟也是他同班同學 之後王德濱開始接了一些老人角色來做 亦曾經在電影圈做過副導演 場務 服裝設計助手等等 1993年 王德濱曾經短暫離開過TVB 1997年才回歸 之後曾經接拍長編劇《真情》 他飾演一個越南人 梁家明這個角色 深入民心 觀眾甚至曾經以為他真的是越南人來 2006年 他再上一籌 在劇集《火霧王沙》裡飾演宋東洋這個角色 在萬千星輝頒獲得了最佳男配角 而他在TVB出名的作品 就要介紹《天遇地》和《都下留人》 《天遇地》在2011至2012年播出 由王德濱和陳豪 林寶儀主演 講述這三個人在十多年前攀登雪山的時候遇到意外 最後就決定殺害身受重傷的好朋友家明 吃他的肉去衝擊求生 和TVB一貫喜鬧劇 和按摩當有趣的作風不同 這個劇集是講述人性和政治等等的議題 周時率是極低 但就被譽為神劇 成為首次以全民投票方式選出來的最佳劇集 由王德濱在內的三位主演主唱片尾曲《連少無知》 更加是先後晉升了《新城電台997》 《刺7903》《無線勁歌金曲》 以及《香港電台排行榜》 並一度高佔第二位 獲得過2012CASH金凡音樂獎的最佳合唱演繹獎 2012年到《刺7樂壇我最喜愛歌曲大獎》 第35屆十大足聞金曲頒獎典禮的十大金曲獎 至於《刀下流人》 也是由王德濱主演的 是一部古早武俠的愛情電視劇 王德濱在內飾演一個繪子手《葉常綠》 很多人都說形象粗獷的他完美Carry這個角色 因此《刀下流人》也可以說是王德濱的其中一個代表作 近年王德濱深入雲深獲得大量觀眾愛大演出 是兩部名包含大叔的作品 首先是2018年在電影《逆流大叔》 飾演主觀泰哥大獲好評 令他首度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南配角的提名 之後就是今年ViuTV 改變成同名的日本電視劇 這部同性愛情喜劇《大叔的愛》 王德濱飾演地產公司經理KK 大家的目光就不要放在Anson Lo和Edan身上住 王德濱飾演這個暗戀同性下數的角色 可以說是一洗他以往一貫粗獷大男人的形象 令人見到他都可愛、搞笑一面 是有極大反親民的 而劇集裡面的重口味鏡頭 就…不在這裡表演這麼多了 2018年8月 王德濱就向被他年輕16歲的圈外女朋友 王美恩-Joyce求婚成功 之後9月就舉行了註冊儀式 即是說感情狀況是二分 Occupied 兩人已經拍拖超過18年了 王德濱也透露2011年 他曾經在演出《深魔》的時候幻想抑鬱 情緒陷入低谷 不錯女朋友一會兒在身邊扶持著他才沒事 看得出他和他老婆很恩愛 Fans你們就不要拆散他們了 找另一些對象吧 那今集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都喜歡我們的頻道 就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們的消息 如果你還有其他小鈴鐺想我們研究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了 Bye Bye